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影响到瓜农了 在宜兰状围这边的哈密瓜 正是要出货的高峰期 可是碰到了疫情 加上宅配大塞车 有很多的业者不送新竹以北的地方 所以瓜农只好赶紧改为中华邮账来配送 不过一间运费至少增加一百多块 也影响到买气 而瓜农现在也担心 这些新鲜的哈密瓜不能冰太久 会影响到品质 就呼吁在地人宜兰人要来多多消费 炎炎夏日大口吃瓜 哈密瓜的香甜美味清凉又消暑 一刀一刀轻轻切开 闪着甜美光泽的橙色果肉 这些好吃的哈密瓜却遇上麻烦了 碰上疫情不止宅配塞车 许多业者宣布北北桃跟新竹 暂停配送迪文包裹 宜兰县壮箱这一颗颗饱满的哈密瓜 却正值出货高峰期 不出货也不能冰太久 瓜农只好赶紧改用邮局配送 油局配送成本变高 影响买气 瓜农担心瓜果再等下去 品质会受影响 因此瓜农也呼吁宜兰人多多在地消费 别让优质的哈密瓜因为宅配问题 白白浪费 华尔新闻张正辉 蔡长冈黄冠杰 宜兰报导 中文字幕相比较 bum